不好意思,蒋总 我刚刚得到通知 王总临时加了会 今天跟您的会面 可能要取消了 不会吧 能帮我确认一下吗 不好意思 我已经确认过了 谢谢 没事 我知道秦月 让你去Inflation拉投资 你们果然是朋友啊 不好意思 Inflation王大大 是我爸爸的老朋友 蒋总要是有空 我们回头一起 约王总吃饭 谢谢你 你在门口等我 我马上就到啊 陈契 不好意思 你是 稍等啊 我不记得现在这个时候有预约 你好 我叫蒋正涵 蒋正涵 我知道了 在业界你闹出的风波不小 不过你是怎么进来的 抱歉 我破解了您的密码 我们就会想象您这么样 我们公司的项目 完全有资格进入投资评估 希望您给我们一次机会 这是展销会的邀请函 你拿着它可以找我的财物 去领取投资一项数 展销会卧虎藏龙 你要好好准备 如果领投应该在一千万 其他人会不会投你 投多少 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教授啊 之前我欠的人情 这次就算还了啊 联系 帮我把大家请回来吧 我有事要跟大家宣布 您先赶紧回来 有事儿 你来啦 你会好好说话 钱 你说到了吧 所以那些钱是你们 郑哥 这是我们筹给公司的钱 总共一百零五万 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 以后还可以继续筹钱 这下小爷我就也是股东了 未来你总不能让我们这帮股东退股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是 郑哥 我真的尽力了啊 虽然我已经和我爸呢 强烈地宣告了 一定要给投资 毫不意外 还是没给 虽然我没错 我把这拿到钱 但是呢 我可以少吃两顿饭 没事没事 你少吃两顿饭就算钱了 尽力了 尽力了 对了尽力了 蒋总 我这边都是我自己的钱 和我家里没关系 嗯 之前没跟你商量 大家一直决定筹钱 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这个公司 毕竟 大家都在这儿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这个公司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所以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扛 对 对 一起扛 一起扛 但各位也知道 一百零五万对于公司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虽然不够啊 但是能撑会试会 你这么说 连我都没法站你这边了 行了 郑哥 夏姐说了 咱们这次呢 是第一轮 啊 我明天啊 再和我爸好好说说 就算他打死我 我要把这个资给他注上 啊 我们一起再筹点钱 不就行了吗 对啊 哎 小爷我还有那么多前女友呢 买卖不成仁一在 我要是库主管他们捡钱啊 他们肯定借我 其实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爸真的可以投资咱们公司的 蒋正涵 我在来之前给咱们公司看了下 咱们公司肯定能扛过去 你相信我啊 只要投资就能赚钱 真的真的 蒋正涵 嗯 你是不是低估我了 救我这个大脑 至少只一万还钱 由我帮你 咱们肯定能拿到更大投资的 对 你相信我 大家一起撑一下就过去了 是啊 是啊 有什么事 大家撑一下就过去了 只要过去了之后 我们就会实在运转 怎么肯定能扛过去的 怎么扛过去呢 对不对 是啊 我相信我们 一定可以扛过去的 咱钱不就回来了吗 咱钱也回来了 一百零五万是杯水车薪 但我拿到了一千万的投资意向书 还有展校会的邀请函 我们的未来是不可挡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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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这一次创业 就像一场好赌 当我们把所有希望压在这份事业上 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成了这份梦想的认知 身不由己 没有权利以赴 我回来了 怎么突然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没 超市生活用品大减价 我就都买了一些 你看 这两款牙膏都挺好用的 可以都用一下 然后这一瓶是洗衣液 这瓶是柔顺液 先放洗衣液再放柔顺液 这边的这个纸 都要放到卫生间的柜子里 要不然会受潮 还有你那些袜子 你那些不成对的袜子 我都给它扔了 我又给你买了新的 你记得新的 一定要把它们卷好 都放到这里 不要东一只西一只地丢了啊 干嘛 你现在就像一个小妇人一样 总是说一些 只有妻子才会说的话 反正 我不用知道这些 有你在 我 坐享其成 就好了 你不要总想着 依赖着我做这些 你要学会 安排自己的生活 怎么了 我开玩笑的 家里给你压力了 不是 我是 我是怕 你有我的之后 你就变蓝了 但是你要答应我 我不在的时候 你一定要三餐一时吃 然后早睡不好夜 好 都听你的 谢谢 就没想到 我 我